大家好,我是一华 排骨怎么做才好吃呢?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经典的红烧排骨 其做法也是相当的简单 厨房小白一学就会 出锅之后软浪入味 全家人都特别喜欢吃 每次吃完后都在挺熟纸 真的是太香了 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看看具体怎么做的吧 18块一斤的排骨买回家后 放在大一点的盆中 我们在选排骨的时候就要选这种紫排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再倒入一小勺的面粉 一小碗的白醋 然后用手给它抓拌均匀 因为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可以有效的吸附排骨表面的灰尘和杂质 这样用手多抓一抓 还可以将排骨里面的血水抓出来 同时加入了白醋 同时加入了白醋 可以有效的去腥 全部抓好之后 再往里面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没过排骨 再次用手抓洗一下 把附着在上面的面粉抓拌出来 然后放到流动的清水下 将排骨上面的脏东西全部都冲洗干净 中途可以多换几次清水 直到洗排骨的水变得清澈就可以了 洗干净之后 再将排骨冷水下入锅中 放一个葱结 再加入几片生姜 倒入适量的料酒去腥 开中小火 把排骨煮开 飘上来的浮沫 就是腥味的主要来源 我们用勺子将浮沫全部都捞干净 捞干净之后 再煮一个两分钟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用漏勺把排骨捞出来 放到温水里面清洗干净 这里一定要注意用温水清洗 不要用冷水 因为冷水会使肉质收缩 吃起来就会发柴 洗成这个样子就非常干净了 然后将它控水捞出 直接放入锅中 再放入三片生姜 一个葱结 两个八角 八个红辣椒 然后再加入一小罐的啤酒 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 再加入一小勺的蚝油 一勺甜面酱 最后再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没过排骨 再扣上锅盖 水开后转小火炖一个半小时 中途我们打开锅盖 把里面的香料都夹出来 特别是小葱 已经全部都煮烂了 香味都示范出来了 再煮下去 只会影响菜色的美观 这个时候 里面还有很多的汤 里面的排骨 差不多也脱骨了 然后我们再转大火 把汤汁慢慢地收拢 哇 好香啊 一道非常简单的红烧排骨 就做好了 排骨软辣脱骨 鲜香入味 用手轻轻一拉 肉就剥下来了 接下来将排骨装入盘中 锅里面收干的汤汁 也把它淋到排骨上 最后再撒上一点葱花 既能点缀颜色 又可以增香 这样一道非常简单 又好吃的红烧排骨 就做好了 里面的排骨 吸收了所有料汁的香味 这个排骨没有炒糖色 颜色也红亮诱人 看上去非常的有食欲 吃起来不会发甜 更不会发苦 如果学会了 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留言并转发哦 点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 祝您生活健康愉快